Wild Blast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憲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在日本6月23日才剛新上市的最新玩具 就是差不多跟鞋帶大家來看 有沒有看到它亮麗的外盒 大~~ 一樣是Tagatomi所生產的 那日本之後會有動畫商品 這一款是長牙絲 也就是我們的主角機 在洛伊德歷代的主角都是以長牙絲為主體 它的盒會大概是這樣 還蠻樸素的 這一系列的洛伊德相較以前 它是有Wild Blasto 本能解放的機能在裡面 還有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的駕駛人員 是直接坐在我們洛伊德的頭皮上 好 那直接來開盒 有人卡住 它盒裝是做了一點迷彩的設計 然後是那種堆疊的形態裝進去的 然後它有分零件包 像那一款它是用零件框的方式呈現 這一款它直接是幫你做裁切好的 A 部件 B 部件 還有 S 的部件 S 比較像是 螺母的概念 然後還有我們的 說明書 說明書是全彩喔 先把零件切開來吧 A 應該算是它的補價 貼紙在S 部件裡面 小小張的 電池是由我們四號電池 一顆就夠了 那開始來組裝吧 A 部件 所以骨架形態就這樣結束了 蠻帥的 骨架先弄弄弄看 它這次有做隱藏式的開關 這樣我們在開若驗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尾巴上面的中甲 把他稍微做前後推的動作 這樣是完成開關的話 這盤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他的眼睛這邊有做細節刻畫 剛剛我們在機械生命裡 他眼睛都是一個可能綠光或紅光 他這次甚至把眼珠做出來 完成 先來動一下給大家看 Wild Trust 這一次除了新款的這一台 讓我一樣請到我的老夥伴 以前的長牙攝影師 這真的是我童年的回憶 那他現在整個外殼是有點犯法 他雖然做的比例是差不多這樣子 可是以他的駕駛人 現在我手上的兩個駕駛人 對應的機體是這樣子 他整個人是差不多大我們二到三倍的 所以這台應該在差不多這麼大 這一款他已經共產社 因為他開關這邊已經是完全卡住 沒有辦法做運動 舊款他沒有像新款的 他活動達到一定的程度 他有辦法做攻擊的姿態 對 那這是舊款跟新款的比較 那我們再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新款這一款吧 他主要的活動機能是 每走一步 他的這個是往前推一個 他推到四格的時候 他的頭會整個往下壓 造成他的野性解放 他已經達到野性解放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再收回去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選擇 把他的地獄給關掉 然後頭給推回來 就是把頭推上來的狀態 再把我們的刀收起來 好 這樣 這樣就可以成為我們的狀態了 這一款 這一款我覺得他不錯 是他的顏色比較鮮明 他有點像之前有一款 就是我們長牙是春雨的感覺 對 藍色加白色 然後薪微一些微的紅色點綴 然後爪子是有點暗金色的 是不錯的 對 然後眼珠的呈現 是不會痛的哦 家長可以放心 被他咬也不會痛 那如果這支影片會想好的話 我也會再去 買他的另外一款 狂暴戰龍的版本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說一聲 報警 這禮拜因為車禍的關係 腳是有很嚴重的擦傷 現階段沒有辦法做正常的發射 所以戰鬥頭的節目 可能會停個一兩個禮拜不一定 看我腳的復原狀況 如果訂閱數先達到1000的話 我還是會先進行抽獎的 請大家放心 那今天的影片就就到這邊 各位觀眾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